大家好 我是千天 明天就是禮拜三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明天會有什麼活動 天堂M 天堂M 自從上次多了那個 紙片的變身卷 所以你們要常注意演出 會有什麼活動 像這次他就有情人節的活動 然後可以推薦情侶 然後上這個 天堂M的名人堂 那這不重要 這跟我們沒關係 下面這個比較重要啦 這是昨天的消息 那小編最近撞他頭 很常做一隻夢 然後可以操縱某顆寶石 然後小編常看到一個 翻著盔甲的骷髏 那這就是紫色石旗 那上次 大家可能很多人沒有變到石旗的 拿到石旗的變身卷 那這一次他就是 看起來是他們的 算套路吧 然後就 隔每 隔每一個禮拜就 就要出這個死旗的抽抽了 那這個有分 好幾種就是一開始是 1500鑽30次 然後再來抽完 就是2000 400鑽 然後在3600鑽 50次 最後是4000鑽一張 所以加起來總共要33萬鑽 大概要33萬鑽 那我們來看這部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人 抽 抽這個 紫色時期的 影片 我們大家都 大概了解那個機率 還有要怎麼抽 好 一開始 是1500鑽 狂抽狂抽 這個機率這個也是白色的都有 白色的都有 然後變身也是 白到紫 然後最好就是 紫色時期吧 然後機率 相當的低喔 機率相當的低 然後抽到中間 那抽到中間就會有 紫色的 抽到中間就會變2000次 現在就是2000次 然後再到後面 就是3600 3600這邊是50次 我們看一下幾次 50次然後最後面 最後面還有一次4000鑽 好像只有一次 一次 對4000鑽一次的 所以 這個有點坑啊 然後他總結30幾萬鑽 結果是三隻紅王 那這個你就自己斟酌啦 為了三 三隻紅王花了33萬鑽 值不值得 但是 以此期的 能力值跟外形 我想必 想必大家都會 花很多錢去抽吧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外形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 攻擊加5 我們來看一下喔 紫色時期的能力 攻擊加5 命中加3 然後昏迷命中加5% 所以是不是還不錯的 那個屬性 以紙片來說裡面算很優的 很優的 然後外形也很棒 我上次有拍影片 變過嘛 那個 揮刀跟 施法的那個 那個 感覺都不錯 所以我相信這一次應該有很多課長會 下去抽吧 那期待禮拜三的到來 好的 那你們要常注意 FB的活動 這樣 你才可以參加活動 就像上次有送變身卷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這就是我今天對這個 紫色時期的 說明 那明天的活動可能還有一些 別的吧 除了 如果抽死亡騎士可能還有變身小白狗還有一些 艾爾摩變身暴也有可能會出 感謝今天大家的收看 掰掰